韩国某个游泳馆 小男孩正在进行游泳训练 可是今天他却觉得自己的身体格外的沉重 游着游着男孩的动作越来越慢 随后更是失去意识 渐渐坠入水底 男孩名叫敏佑 是男主老郑的儿子 接到妻子通知的老郑第一时间赶到 夫妻俩都被这噩耗打个措手不及 敏佑心跳次数越来越少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因为老郑本身就是一名外科医生 可以一起陪同进入手术室 经过紧急抢救 儿子敏佑的命暂时保持住了 老郑面露沉重之色 开始给妻子介绍自己儿子的情况 敏佑的肺部彻底僵硬了 现在判断为急性兼致性肺病 妻子听不明白这些带有专业术语的词汇 她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儿子能不能被治疗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只要孩子还活着 那么就还有希望 望着还在ICU病房的儿子 妻子既心疼又自责 眼泪不自觉就掉了下来 儿子还要在医院住院 妻子决定先回家拿点儿子的必需品 老郑负责留在医院看股 第二天妻子的妹妹带着送敏佑的礼物来看望敏佑 却发现妻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因为没有及时发现 妻子现在只能躺在冰冰冷冷的停尸房 这对于老郑来说不易于晴天霹雳 而且妻子的死因也是肺部僵硬 看病情 得病应该有一年多了 妹妹提出了质疑 她觉得肯定哪里出了差错 因为她五个月前和姐姐在医院做过综合体检 根本没有那种说法或症状 老郑一听也觉得有异常之处 她第一时间查看了当初的B超 那里清楚地证明 五个月前妻子的肺部丝毫没有纤维化症状很健康 老郑下定决心 一定不能让老婆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由老郑亲自操刀对妻子进行了尸检 望着眼前僵硬的不成形的肺 老郑彻底迷惑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儿子现在仍然昏迷不醒 老郑又召集同事一起分析 昨晚的样本已经送到疾病管理总部 对方声称并非特殊病毒 又进行了血检和肺癌检查 根本没发现涉及中毒或感染的症状 唯一发现异常的地方是 支气管周围有炎症现象 只有连接支气管的部位受损严重 简而言之就是某个物质通过支气管进入了肺部 而且最近几年相关报道中 有一位叫吴仲鹤教授发现了类似的肺病 老郑在一个图书馆找到这位教授 对方早已经七一成为一名图书馆理员 老郑拿出自己的儿子的照片 教授询问是急性肺病吗 得到老郑肯定后 他叹了一口气 拿出一份尘封已久的资料 他说首个病理是2006年发现的 最初他也以为是感冒 病人最终没得到有效治疗后病史 事后 教授发现不仅在他们医院 其他医院也有过很多这种肺病病理 当初还进行过流行病学调查 不过失败了 因为只要一到夏秋冬季病症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一到春天就会复发 拿到教授这份资料 老郑专门制作一些问卷调查 给每一个家庭送去一份问卷 可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回复 妹妹建议亲自去拜访 可这一走访仿佛 却是敲开了一道通往悲惨世界的大门 眼前这个颓废的男子 失去了双胞胎和妻子 他已经失去了整个世界 同病相连的老郑将自己的情况说了出来 男人答应老郑检查房间 房间里还留着孩子和妻子的照片 这位老婆婆的孙女从去年春天开始生病 她是运动时突然晕厥了 当时被诊断为急性肺部疾病 现在只能靠呼吸机勉强活着 望着冰箱上面的贴纸 老郑似乎回到以前的日子 每次下班后 妻子都会提醒她冰箱内有吃的 看着熟睡的妻子和儿子 老郑瞬间眼眶都红了 突然间 妻子开始咳嗽 老郑这才注意摆在床头的加湿器 恍然大悟 之前老婆婆家的外孙女 因为家里太干燥经常使用加湿器 颓废男子家里也有 他还告诉老郑 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加湿器是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必需品 为了证明加湿器是罪魁祸首 老郑决定在家里的卧室做动物实验 本来在通风不理想的情况下 长期上使用加湿器 可能导致霉菌和细菌的繁殖 老郑家依然保持出事前的状态正好拿动物做实验 如果有问题就能查出蛛丝马迹 果真大有发现 两周后所有小白鼠均已肺病和并发症死亡了 主要死因是吸入了PHMG 是在老郑的加湿器水桶中发现大量的该物质 要是长期以呼吸方式吸入 会导致人体肺部发生致命损害 老郑终于想起来 之前妻子买了电视推荐的加湿器杀菌剂 还获得了国家安全认证 另一边作为检察官妹妹请求上级立案调查 不仅拒绝还警告妹妹 禁止销售不归他们管 妹妹立刻通知老郑指定另外计划 先制造话题 他们将现在掌握的证据全部通过新闻报道出去 这则消息瞬间在韩国引爆 这可是一款上市17年深受全国人民喜欢的加湿器杀菌剂 它是香烟至肺癌的10倍B型病毒至肝癌的20倍 如此害人听闻的事件瞬间点燃每个受害者家属的怒火 也将该杀菌剂的制造商偶尔推到风口浪尖上 该公司表示着毫无根据 等他们具体了解后正式应对 公司老总第一时间召开了董事大会 他们绝对不能有这样乞丐般的污名 不能后退要积极应对先发制人 并召唤了他的头号马仔徐又止 老总对其驯话 我们产品卖了少说也有一千万 只是死了其中几名 这好像就是那倒霉的交通事故 萝卜加大棒是许诺徐又止 这件事处理好后我会被提到亚洲总监的位置 而他的位置就会交给徐又止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 良心根本不值一提 行家出手就只有没有 徐又止先将研究所相关资料都拿回来 全部阅读后开始销毁 随后又开始联系国会议员 用贿赂的方式借助他们的权势压制住舆论 报社的领导命令记者马上下报道 删掉官网上所有的抗议文章 随后议员又来到地检进行施压 受到压迫的妹妹索性辞掉了检察官的工作 正好充当杀军纪事件的律师 而且他们的对手是享誉盛名的柳尚文律师 妹妹想到自己的前任的检察长 也是当初领她入门的检察官 她曾经说过 只要我在谁也不能侵害你们的法律和正义 这一直都是她作为检察官信奉的信条 妹妹非常信任对方 毫无条件地将所有文件交给了她 谁知妹妹刚走 对方转手将这份资料作为筹码 向财阀提出更高的报酬 蒙在鼓里的妹妹还认真筹备自己的新律所 一个简陋的房间就是她律所的全部 一位为受害者家属纷纷赶来提交诉讼书 一位是民事诉讼注定是一场长久而艰难的战争 受害者们都愿意抗争到底 老郑负责承担全部费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可是长达两个月的准备还不能确保一定能开庭审理 终于在某天晚上迎来转机 一位美国人成了受害者上门维权 她的老婆和孩子也死于杀菌剂事件当中 法庭迫于压力只能宣布开庭审理 这可把财阀急得团团转 万一诉讼被转到美国那边 不仅会有巨大的受害赔偿 最糟糕的情况下偶尔公司都可能会倒闭 很快第一次庭审如期举行 可是对方的辩护律师就让妹妹大吃一惊 竟然是她曾经的师父郑庆涵 她早已抛弃曾经的誓言选择于淤逆同物 郑庆涵先发制人还没开庭就主动向受害者道歉 并表示偶尔绝不是制造害人产品的公司 现在以及委托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进行吸入毒性实验 以此达到推后庭审的目的 妹妹早已经看透这一切 当庭提出质疑 因为对方拖延时间的目的只不过是 将公司从控股变更为有限公司 主要为了逃避责任 针对这点郑庆涵也早有应对的办法 她提供了一份很久之前 英国总部就准备将偶尔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计划书 随后她又表示偶尔公司筹备了50亿韩元 愿意和受害者无条件和解 有理有据 进退自如 法官在商量后同意了对方将庭审改为 毒性实验结果出来后召开 事后 老郑找到第一个和解的双胞胎父亲 对方也知晓老郑的用意 父亲表示拿那些钱他并不是为了自己 当初给双胞胎和老婆治病 他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 甚至有些人借了高利贷 现在偶尔公司购买了那些债务 进而逼迫他们的还钱 父亲自己的人生毁了 总不能也害亲戚朋友的生活过不下去 望着如此痛苦的男子 老郑也不忍心责怪 老郑只能将怒火发泄在徐又之身上 表示就算所有人放弃他都绝不放弃 妹妹这边找到赵泰成教授 对方是化学领域的态度 与此同时 老郑迎来巨大的考验 欧尔公司已经找到和敏右相匹配的深渊 在第二次庭审召开后看似一切顺利 赵泰成却被郑庆涵反问得哑口无言 毕竟他曾经在某篇论文写道 PHMG对人体没有有害性 现在此举等于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而且负责加湿器杀菌剂 吸入毒性实验的教授 早已经被欧尔公司收买 他早已出卖自己良心 作证说加湿基杀菌剂和肺病没任何关系 妹妹认为双方存在雇佣关系 对方出事的实验结果公正性存疑 教授不紧不慢表示 他们做实验时候有位所有人都会认可的参观者 万万没想到那人竟然是老郑 他也和那个双胞胎父亲一样选择了妥协 为了自己年幼的儿子 并说出让妹妹难以置信的话 加湿器杀菌剂和肺病没有任何关系 自此庭审已经倒向一边 结果似乎已经注定 最终宣判将在下个月的4号进行 受害者将怒火全部宣泄在妹妹身上 胜利的财阀在媒体面前惺惺作态 另一边赖以生存的呼吸机却因为没钱还债 被债主找人抢走抵债 偶尔公司老总如愿以偿升职为亚洲区总经理 徐佑芝也成功当上韩国偶尔总负责人 老总觉得现在外面风平不错正适合大量抛售 他让徐佑芝将价值300亿的杀菌剂一个月内全部卖出去 作为英国人的老总是其他国家的人名如猪狗 只要能挣钱 哪怕出卖灵魂他都愿意做 正当他准备远赴他国之时 却被警察拦住了 他被禁止出国了 原来当初偶尔加湿器杀菌剂毒性实验结果被爆出作假情况 正是老郑提供的相关影片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徐佑芝却激动的大哭 原来他也是加湿器杀菌剂的受害者 妻子因为发现得早 只要接受治疗就能正常生活 女儿却没有那么幸运 但妻子还是因为悲伤过度病情加重去世了 原本他还不清楚是自己公司加湿器杀菌剂的原因 直到看到老郑寄来的调查问卷 以及后来出口澳洲被对方拒绝后 他才明白是杀菌剂的原因 老郑之所以愿意出庭作证也是被徐佑芝说服了 因为徐佑芝知道能打赢这场仗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他们真正的罪行告知天下 明知杀菌剂有毒 却依然选择继续售卖 这根本不是什么民事案件 而是杀人罪行 徐佑芝因为连带责任被关押在监狱 即使如此 他终于不用戴着面具生活 脸上充满轻松 老郑也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的儿子终于获得了合法肾移植的机会 而妹妹也终于官复原职 而他负责的第一个案件 偶尔公司的加湿器杀菌剂致死事件 在加湿器杀菌剂致死事件被公知于众过去十年后 国会终于召开了加湿器杀菌剂真相调查委员会 受害者和其家人受邀来到国会参加 老郑以受害者推荐委员的身份一同出席 他质问相关的政府机关 就是因为你们颁布的安全认证 导致偶尔公司的加湿器杀菌剂在韩国盛行 面对老郑的指责各个政府机关开始相互推诿 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部门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反正都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推卸状态 那个贪污的议员甚至作何事老 大家不如一起吃个饭后已经差不多 由此可见这个政府有多么敷衍 老郑听后恼恨不已 明明是他们的允许 杀菌剂才能售卖 现在到了这个境地 也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 这就是韩国公务员的现状 这部电影也映射了 2011年韩国发生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 现实远比电影更加可怕 产品已被近一千万消费者使用过 超过一百万人感染了肺病 超过两万人死亡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想要更多精彩电影 记得点个关注哟